每日神话 为什么神总说人麻木痴呆呢? 就是因为人的灵已死了 已麻木到一个地步 对灵的事没有一点知觉 神做工是为了使人生命长进 也是为了让人的灵活过来 对灵里的事能看透 而且心总能爱着神 能去满足神 达到这个地步 说明人的灵已经复苏了 再遇见什么事 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听到反应也快 遇事反应也快 这就达到灵里敏锐了 有很多人听外面的事反应很快 一讲进入实际 讲灵里细节就麻木痴呆 点到鼻子尖了才明白 这都是灵里麻木痴呆 对灵里的事经历的少的表现 有的人灵里敏锐 有分辨 一听到点透自己情形的话 就赶紧记下来 一听到实行原则的话 就能接受 按这个去经历 去变化自己 这是灵里敏锐的人 为什么他能反应这么快呢 就是因为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注重这些方面 读神话就能对照自己的情形 反省认识自己 一听到讲道交通的话 有开启光照的话 他马上就能接受进来 就好像人饿了 你给他东西吃 他马上就能吃进去 要是不饿 你给他东西 他反应就不那么灵敏 你总祷告神 遇到事 马上能反应过来 神在这世上 是怎么要求的 你该怎么做 上次在这世上 神怎么引导你的 今天又碰到这类事了 你自然就知道 该怎么实行 来满足神的心 你总这么实行 总这么经历 到一个程度 就运用自如了 在看神话的时候 你知道神的话 是说哪类人 知道是说灵里 哪些情形 能抓住关键的东西 去实行 这样你就会经历了 为什么有些人 在这方面有缺欠 就是因为 往实行方面 用尽的时候少 虽然也愿意实行真理 但对侍奉方面的细节 对生活中的细节真理 还看不透 遇事就发懵 这样假先知 假使徒来了 就能把你骗走 对神的话 神的做工 总得常常交通 才能明白真理 产生分辨 不明白真理 就没有分辨 比如 神是怎么说的 神怎么做的 他对人的要求是什么 该接触什么样的人 弃绝什么样的人 这些事总得常常交通 总这样经历神话 就能明白真理 对许多事就能看透了 也有分辨了 什么是圣灵的管教 知道什么是出于人意的责备 什么是圣灵引导 什么是环境摆布 什么是神话在里面开启 对这些不透亮就没分辨 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灵的 知道什么是悖逆性情 当如何顺服神的话 如何脱去自己的悖逆 对这些事都经历明白了 就有根基了 遇事就能有合适的真理来对照 都能有合适的意向做根基 做每件事都有原则 都能按着真理去行 那你的生活中就满了神的开启 满了神的祝福 神不会偏待任何一个真心追求祂的人 祂不会偏待任何一个能活出祂 为祂做见证的人 祂不会咒诅一个能真心可慕真理的人 你在吃喝神话时 能注重认识自己的实在情形 能注重自己的实行 注重自己的认识 那你遇事就能得着开启 得着实际的认识 你就能在凡事上都有实行的路 都有分辨 有真理的人就不至于受迷惑 也不至于做出打岔的事或过分的事 因着真理他蒙了保守 也因着真理而得着了更多的认识 因着真理得着了更多的实行的路 得着了更多的圣灵做工的机会 更多的被成全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